科莫多巨蜥捉住了小水牛 而水牛妈妈在旁边却无能为力 说起科莫多这家伙可是个狠角色 他吃东西都喜欢一口闷 而就在这时 科莫多发现前面正好有一只羊 这可把他开心坏了 上来直接就是开吞 不得不说科莫多吃东西是真生猛啊 就这么整个浪吞 其他动物还真是很难做到 没过多久 一只羊就这么被他吞掉了 我们再看看这几只科莫多就更狠了 他们竟然捉住了小水牛 而且还当着水牛妈妈的面直接就开吃上了 好家伙 这还真是一点不客气啊 而水牛妈妈在一旁看着想要救援小水牛 但迟迟就是不敢出手 他的犹豫却给小水牛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此时的小水牛已经被科莫多撕咬的已经断气了 看水牛妈妈那无助的样子真是太可怜了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已经见怪不怪了 此时的水牛妈妈已经决定放弃小水牛了 再救也是没有必要 就这样 科莫多在水牛妈妈眼前撕咬小水牛 只能说这画面还真是残酷啊